好 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 咱们来看一看32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先看看题目 这个标题叫Galileo Reborn 伽利略重生 这个伽利略大家久闻其名 咱们看一看对这个人大致的一个介绍 咱们看看伟大的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甚至有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开创了伟大的科技新革命 这位就是我们伽利略老爷爷 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 做个大致介绍 伽利略是Italian physicist and astronomer 意大利的一个物理学家 同时是天文学家 who initiate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at flowered in the work of the English physicist Sir Isaac Newton 他开创了一场科技革命 这个革命在爱萨克牛顿爵士的工作中 得到了繁荣 蓬勃的圆满的发展 Flower不是开花的意思吗 对吧 就是从这发的言 在牛顿爵士的工作中 得到了繁荣的蓬勃发展 牛顿是伽利略科技革命的继承人 这个Flower当动词 叫蓬勃发展 繁荣发展的意思 大家接着看 那有什么贡献呢 It's main contributions were in astronomy the use of the telescope in observ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sunspots lunar mountains and valleys the four largest satellites of Jupiter 那么它的主要贡献有呢 在天文学方面 但是使用呢 天文望远镜来观测 这个天文望远镜的使用 咱们中文可以调节词序 把这个名词换成动词 它使用望远镜来观测 并且呢 发现了太阳黑子 月亮的上的环形山 还有山谷 那个发现了 在英语中是什么什么的发现 中文可以用动词发现 并且还发现了 这个木星最大的四颗卫星 木为一到木为四 就是伽利略发现的 这个里面这个Jupiter 表示最大的行星 就是木星 好 再接着看 He discovered that planets the planets move around the sun which confirmed Copernicus theory and overthrew Ptolemaic system of astronomy 他发现了 the planets 就是这些行星了 太阳的这个行星 是绕着太阳在转的 这个证实了 哥白尼的理论 并且推翻了 托勒密关于天文学的这个理论 Ptolemy的天文系统认为 太阳是这个正中心 天地万物绕着太阳在转 这个里面 这个Copernicus也是哥白尼 也是这个 他提出了日新说 但他没有证实 而伽利略用天文万经观测 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 Ptolemy是Ptolemy Ptolemy是Ptolemy的 当形容词来用 就好了 接着看 刚才说天文学 现在说在物理学方面 In Physics He discovered the laws of falling bodies 在物理学方面 他发现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定律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在这个文化史里边 Galileo stands as a symbol of the battle against authority 这个伽利略呢 就成为了 这个反抗权威的 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一个标杆 而且很有趣的是 He died in 1642 他死于1642年 At the same year The great physicist Essig Newton was born 像转世灵童一样 很有趣 他死于1642年 就在同一年 伟大的物理学家 艾萨克牛顿 爵士诞生了 就是他的继承人 把他的科技革命 推向了新高峰 这两位是了不起的 这个伟大人物 没有他们 可能就没有今天 科学的新气象 就是以前的都是闭门造车 像西藩三贤 是坐在家里下杜撰 但是伽利略 把他们那些谬论 基本都推翻了 更巧的是 As it happened He died on January the 8th 1642 And 300 years later That is January 8th The 8th 1942 Another great theoretical physicist Steven Hawking was born As it happened 咱们在第八课就讲过 叫碰巧 碰巧 他死于1642年的1月8号 整整300年之后 也就是1942年的1月8号 另外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史立芬霍金诞生了 霍金的偶像就是伽利略 他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 他的生日 刚好是伽利略 继日整整300年之后 一天都不差 这个历史上很多 冥冥中的安排 我们真是觉得非常奇特 你像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小新大师 克莱斯勒和海菲兹 这两个人 不是海菲兹 海菲兹 生日刚刚好是同一天 这个很多著名的巧合 好 这是对这个伽利略有个大致的了解 咱们看怎么伽利略重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第一段 对本文内容做个大致介绍 说是这个伽利略是怎么一回事 大致的这个看法 然后提出了 现在对伽利略看法有些的 些许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这句话说 In his own lifetime Galileo was the center of violent controversy But the scientific dust has long since settled And today we can see even his famous clash With the inquisition In something like his proper perspective 在他的一生之中 伽利略都是激烈辩论的中心人物 In his own lifetime 这画线的协题字是时间状语 In one's lifetime是固定搭配 在某日的一生之中 好 分号 说明这个前半句结束 But 引出第二个变略句 But 但是怎么样呢 The scientific dust has long since settled 咱们生死中讲了 Settle是跟dust固定搭配 这时候的dust表示 分乱 纷争 混乱 骚乱 这个状态 就跟尘土飞扬 这状态一样 现在科学的纷争 早已平息了 Settle 就尘埃落定 纷争 已经平息了 就是我们现在 对伽利略的看法 似乎已经 没有太大分歧了 纷争 已经平息了 现在对它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争执了 Long since固定搭配 早就怎么样了 咱们一会做重点会讲解 好 下面说 and引出另外一个变得句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看待 甚至它著名的clash 表示冲突 冲突 我们说相当于 我们讲的conflict和collision 后面与什么的冲突 还是叫with with the inquisition 这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clash 就是与古罗马宗教法庭的冲突 宗教法庭是干什么事的 咱们一会儿会讲 那么聚没这个 in something like is proper perspective 这是方式状语的 以大约是比较恰当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冲突了 它是修饰这个see 动词see 怎么看待呢 以大约是比较恰当的角度 something like 表示估摸的 约摸的 大概起 这个意思 好 now let's see some details 我们看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这个lifetime 表示一生 用lifetime是比较文言的正式的表达 它的进词搭配除了in 有时候跟during 在某人的一生之中 它比单独用life 显然要来得正式一些 in one's lifetime 或during one's lifetime 比较正式的一个表达 而且这个词一般用单数比较常见 一般用单数 比如说 he achieved a lot in his short lifetime 他在短暂的一生之中 取得了很多成就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再比如说 during her lifetime 确实这个词用单数比较常见 在她的一生之中 怎么样 she had witnessed two world wars 在她一生中 她亲眼见证了 目击了两次世界大战 是在某人的一生之中 可以这么说 这个用在比较正式上 我们再看 小肯尼迪著名的旧职演说中 也出现了这个lifetime 这个片段 咱们看可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听听 all this will no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nor will i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0 days nor in the lif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nor even perhaps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 but let us begin 欢迎刚落 掌声响起 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咱们看是怎么说的 他说 all this will no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所有这一切 在第一个一百天中 是不能完成的 就这件说 就是我救人之后 第一个一百天中 我前面承诺的事 恐怕将不会完成 nor will i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0 days 在第一个一千天之中 可能也不能完成 就是我就指使 许下的诺言 这长远的目标了 我们说 这个nor in the lif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在这些政府的任期之内 恐怕也不能完成 这个administration 可以表示某些政府了 对 nor even perhaps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 甚至在我们在这星球上的 一生之中 都不会完成 我们都看不到 它完成的那一天 but let us begin 但是让我们从现在 就开始了 千里之行始于俗下 目光很长远 目标很远大 我们从脚下慢慢开始 前面用一大堆nor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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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比 增强语言气势 后面突然来个短句子 戛然而止 容易引起共鸣 长句子可以表达 复杂的内容 短句子 可以抒发强烈的感情 话音刚落 掌声响起 非常漂亮 咱们这个in our lifetime 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注意 这个词用单数 尽管是我们 但依然用单数 lifetime 正如李老师刚才说的 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咱们把这个段落再欣赏一遍 all this will no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nor will i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0 days nor in the lif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nor even perhaps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 but let us begin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lifetime 另外一个常见搭配 表示某人一生中最好的一个事 就something of a lifetime 或者更通俗地表达 叫something of one's life it is something of my life 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东西 叫某人生命中最好的一个经历 一个旅行等等等等 是这么来用的 用a lifetime 比one's life比较正式一些 你比方说 the chance of a lifetime or the chance of one's life 一生中最好的一个机会 the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最好的一次经历 the vacation of a lifetime 最好的一次假期最棒了 当然也能说 the vacation of my life 我是一生中最棒的一个假期 比方说 did you enjoy your vacation in Paris it was the vacation of a lifetime 或者更通俗地说 it was the vacation of my life 对话 第一人说 你这个在巴黎的假期 度得怎么样啊 度得如何啊 还开心吗 哎呀 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一次假期了 这是一生中最好的什么什么 好 这个看完之后 回头去读 等文中再回到这个句子表达 他说 Galileo was the center of violent controversy controversy是大规模的 旷日持久的论战 圣诗中讲了 伽利略是激烈辩论的中心人物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伽利略是一个高度富于争议的人物 也行 咱们用那个形容词 controversial也行吧 我们可以说 Galileo wa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figure 伽利略是一个高度富于争议 非常富于争议的人物 因为我们圣诗中讲的 highly controversial figure 也能表达类似的含义 但总觉得不如本文中 激烈辩论的焦点人物 中心人物表达这么传神 很多人就以他为靶子 都在激烈的辩论 这个本文中应该说更传神一点 效果本文中比较好 但意思是一样的 好 接着看这个冰烈局 but the scientific dust has long since settled 但这科学的纷争 早已尘埃落定 这个 dust跟settle 搭配圣诗中讲过了 刚才提过 就尘埃落定 纷争平息了 咱们看一看这重点表达 long since long since 英语诗歌中的片段 他说 Spring flowers along since gone Summer's bloom Hands limp On every terrace Terry是阶梯嘛 台阶嘛 春花早已凋零 夏花也已枯萎 在每一期台阶上 搭了 搭了下来了 早就没了 春花的影都没了 早就化为沉烟 都飘走了 夏天的bloom也是花朵的意思 这是为了跟前面的flower 避免重复bloom 也般做通称 然后hang是挂的lamp 是松松垮垮的 这个lamp是形容词 在这说足以不足以 形容这个挂的花的状态 是松松垮垮的 像个袜子一样搭了在那 这感觉 Ary terrace 在每一期台阶上 都是松松垮垮 搭在那 下花也已枯萎 早就怎么样了 可以用我们的搭配叫long since 你看我们 有一首最好的著名的词 黄鹤楼 这个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我们看这前四句 英语中是怎么翻译的呢 我们看他怎么说 The immortal has long since gone with his yellow crane 确实long since 这个大腿 用在完成时 比较常见一些 比较常见 The immortal 西人 那位仙人 老神仙 Immortal表示神的 不朽的 不会死的 这位老神仙 早就跟着黄鹤走了 没眼了 西人已成黄鹤去 没有了 Only the yellow crane tower Can now be seen 此地空于黄鹤楼 这个地方只有黄鹤楼 能够被看见 这里用 now be seen 这个搭配 所以为了跟前面 那个yellow crane 为了押韵 诗歌嘛 为了押韵 英语诗歌更满飞了 The crane本来就 和的意思 No one has been sure if the bird would ever return 没有人知道呢 没有敢肯定 这个鸟是否还会飞回来 这个鸟就是the crane 这个 但前面出现两个crane了 再用the crane就重复了 那bird 黄鹤也是鸟 这是上一次替换 因为鸟包括了这个黄鹤 比它大一圈 这叫上一次 然后呢 这个不知道 能不能再回来 黄鹤一去不复返 return也是被跟seen 和crane押韵 发音类似 末尾发音类似 就rime 尾韵 后面说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white clouds remain 那么白云千载 空悠悠 几数千年来 只有白云 依旧在天上留着 这个remain return seen clean 压上晕了 这是不好翻译 那早就怎么样了 long scenes 可以用来搭配 同样的 再看几个句子 我学的那些 这个拉丁文呢 早就忘光了 早就没用了 还给老师了 我们可以说 I've long since forgotten any Latin I've ever learned 我学那些拉丁语 早就忘光了 还给老师了 再比如说 I've long since forgiven what she did 我早就原谅他 做的事了 你看这long scenes 确实跟在完成时 比较常见一些 再比如说 那些建造这些庙宇的人 早就化为尘烟不见了 the people who built the temple have long since vanished 妙语却流了下来 但人早就消失不见了 话被沉厌了 vanish突然间就没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long since 叫早就如何 这个搭配记住 我们生活中 可以照猫画骨这么用 好 我们再回到文中 后面又出现并这句 and并且 绝对当今 我们可以 we can see even his famous clash see不是看见 但是看待的意思 这个clash在这 我们在生死中讲的相当conflict 或者collision 叫冲突 冲突 可以看待它的冲突 与谁呢 with the inquisition 与宗教法庭的冲突 这个宗教法庭是个什么机构 咱们大概看一看 两个称谓都行 我们大声分别来读一下 the inquisition the inquisition the holy office the holy office 什么意思呢 a Roman catholic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whose aim was to find and punished people who had unacceptable beliefs 这是一个 罗马的天主教的组织 catholic 这是表示天主教的 或者名词 就天主教徒了 这个组织 它们在过去的这个组织 现在就没有了 它的目的是找到 并惩罚那些 有不可接受的观念的人 就是惩罚那些异教徒 把他们关起来 甚至把他推到柱子上烧死 这是这个宗教法庭 古罗马的当时的宗教法庭 现在这是反动机构 已经没有了 那么后面又说 in something like is proper perspective 以大约是比较恰当一个观点 来看待了 这个something like 咱们得看一看 就是约摸着 估摸着 或者大概其 something like 比较口语化 就是我们说 大概其 约摸着 估摸着大概 大约 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看起例子 they say creating a world of art is something like giving birth 据说 创作一件艺术品 有点像生孩子 估摸着约摸着 大概其 跟生孩子一样 有点something like 有点像 they say 有时候也能叫people say 或换成 it said that 就算翻成据说了 并不是他们说 就据说 据说创作艺术品 有点像生孩子 估摸着约摸着 大概其 差不多 再比如说 the house looks something like a medieval fortress 这栋房子 看上去 有点像 大概其 像一个中世纪的城堡 something like 也是约摸着 估摸着 大概其 尽管不是一模一样 大约大概 差不多 差不多 百分之七八十 像不像三分样 这么一个 something like med evil 就是中世纪的 fortress 大的城堡 大的城堡 something like 有的时候 后面也可以跟数字 大概是多数数字 大概约摸着 估摸着 大概其 八九不离十 比如something like 50,000 homes are without power 大约有5000户家庭 现在都没电 power在这儿是电的意思 大约大概 估摸着约摸着 这咱们复习了 在第二课就讲过 第十一页的第十一行 Sparan the spider 不要伤害蜘蛛 第十一页的第十一行就出现过 咱们回顾一下 When the authority on spiders made a census of the spiders is on the grass field in the south of England 那么在 这个 有一个 蜘蛛方面的权威 在英国南部的草地上 对蜘蛛做了一个数量的统计 我们说了 And h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2,250,000 in one an acre That is something like 6 million spiders of different kinds on the football pitch 他估摸着 在一英亩的土地上 大概有多少呢 第一个豆点前面 是million 然后说thousand 对吧 2 million 2,250,000 I'm sorry 2 million 250,000 in one acre 就两个百分 还250个千 2 million 250,000 in one acre That is something like 6 million spiders of different kind of football pitch 这大约大概呢 就这个球场上 有估摸着600万只 不同种类的支柱 但不可能一支 都不差了 估摸着约摸着 大概是something like 约摸着 跟他类似的 搭配给同时记住 就是大概在两者之间 这么一个状态 something between a and b 大概ab之间 这么一个状态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look on Max's face was something between puzzlement and anger 我说Max脸上这个表情 大概是见乎困惑 迷惑和气氛之间的 这么一个表情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形容 又有点像困惑 有点像这个 气氛 两者之间 这么一个状态 这么一个表情 就something between a and b 有的时候 也可以跟数字 ab之间的一个数 对吧 不会大于后边这个 也不会小于前面这个 你比如说 his income is something between 30,000 dollars and 35,000 dollars a year 他的收入 大概是每年 3万美元 和3万5千美元之间 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具体多少 我也不知道 也是估摸着大摸着 大概其在两者之间 这么一个状态 好 再回头文中 本文中是用大概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视角 一个观点 perspective 咱们讲的 这个冲突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冲突 究竟的冲突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大概看看这个背景 Galileo maintained that the earth revolved around the sun disputing the belief held by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at the earth wa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伽利略 maintain 是坚持人为了 伽利略坚持人为呢 这个地球绕着太阳在转 这就像这个罗马呀 天主教会的这个认为的信仰 提出质疑了 disput D-I-S-P-U-T-E 这是分词去掉E加RNG 咱们在生存中讲过 这个做名词来用dispute 就是表示双方激烈的纷争 争执 纷争 有不合 动词呢 可以表示像什么什么提出质疑 这个就是结果状语了在这 对吧 那么提出这一点 像罗马天主教会 赤尔在这不是教堂 是教会 这个helm 就来自hold 代表认为 we hold the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大家还记得 在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hold是认为 这是被认为 就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的 这观念 提出质疑了 这观念是什么呢 believe 后面的那当然是 做believe的同位语论 是什么呢 就是地球是宇宙的正中心 这与教会的观念形成了 这个 就等于在上反调了 he refused to obey orders from Rome to cease discussions of his theories and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他拒绝是遵守来自于罗马的命令 是干嘛呢 来终止有关他的理论的讨论 害怕大家要看到都信他的 那没有人信教的 我们教会饿死了 就终止这个讨论 并且背叛处终生监禁 背叛处终生监禁 这个大配叫 be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在新感电三册第二十二课 熟记台词 我们在生死中也讲过这个大配 后面说 it was not until 1984 that the people commission acknowledge that the church was wrong it was not until 跟后面大家代表强调句型 强调not until这个结构 咱们在前面见过 在这个第三十课 海底探险见过 直到1984年 people people是教皇的 它来自教皇poop 但教皇评计是p o p 教皇的是p a p a l 叫people 一个教皇的 commission 大家记得吧 commission就是委员会 我们在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面讲过 commission就是委员会 有某个目的的 专门做模式的委员会 一个教皇的委员会承认 教会错了 但是这个时候 伽利略死了三百多年了 这就是这个著名的冲突 我们今天 已经用大概是比较 恰当角度来看待了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 黑暗注视器都结束了 我们都开明了 脱离了迷信落后了 我们知道伽利略是正确的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说的 好 我们下面来看后面下一句话 但是 转转转了 in contrast 这是个插入语 就是相对而言 相对照而言 固定搭配 有时候也可以用 英文的by by contrast in comparison by comparison 都行 一会咱们会说 it is 翻译成只有才 这个知识 在新感觉三册 老师就想得过 only和我们家 imagine time 是个时间状态 这次端语 所以一定翻译直到 直到在当代 伽利略对于科学史家来说 才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同 什么叫问题而同呢 给他们带来麻烦了 不知道该如何 给伽利略的概观定论 如何定性 带来麻烦了 先看这个相对照而言 in contrast 有时候可以用by contrast 都行 也相对于 in comparison by comparison 都行 这两个解释可以替换 意思是一样的 咱们来看一看 在其他课文中的例子 比如说 在三十七课中 在未来会看到 二百一十八页的第二十一行 二百一十八页第二十一行 有这么句话 an old watch by contrast become so worn and unreliable that it eventually is not worth many 但是一块旧手表 相对而言 变得如此之 破旧磨损 和不可依赖 以至于最终都不值得修了 by contrast 跟本文中的in contrast 效果一样 相对照而言 这个意思 好 我马上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说 not until 是直到 only 也可以表辞到 但本文中换的not until 可以怎么说 但是only 是加时间状语 not until 可以直接加名词 表示时间的名词 所以如果not until 还能不能not until in modern times 不行了 如果not until 来表达直到 老的实实去到那个in 注意 英语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语 尤其书面语 it is not until modern times that 我们招嘲完全一样了 so only 加时间状语 not until 就要表示 not until 加表示时间的名词 都可以表示 直到什么什么才 协作中 这两个可以提供 但注意only 后面要加状语 所以借此乱语 在这做状语 only加状语从具 也行吗 都可以 好 最后看看 它怎么会变成一个问题儿童 问题儿童叫 a problem child 什么叫问题儿童呢 这个文文有两个意思 第一次表示 a child whose behavior is bad 一个行为不好的一个孩子 就是行为不好 总打人 这么一个孩子 加利略不是一个行为不好的孩子 他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做 a child whose behavior causes problems for other people 就是一个 他的行为给其他人带来问题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总给别人惹事 生事 给别人带来的麻烦 这样的孩子 就问题儿童 文文中 加利略属于第二种 这个含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尽管我们 这个在近些年来 我们对加利略的看法 不像在中世纪当时 那么激烈的辩论 大家看法渐渐的统一了 都认为绝对是高大上 对吧 伟大人物 但是在当今 就是到了当代 我们对加利略的看法 又发生了微妙的一些变化 这样给那些科学史家来说 就带来了麻烦 所以它是个问题而通了 为什么 他们都不晓得如何来公正的 或者是非常恰当的 给加利略这个人来定性 来盖观定论 在科学史里面是怎么一个地位 对加利略的看法 慢慢发生了一些复杂的一些变化 这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麻烦 这个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第二段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就像个人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这儿就会给大家看法